好 天气高温炎热呢 不止泄水要注意安全 就算是在户外工作 也得要小心脱水中暑了 今天呢就有学者指出 如果气温一直飙高的话 深迫了摄氏40度 政府就有必要考虑 让在户外工作的劳工能够放假 或者是呢弹性调整他们的工作时间 避免在正中午户外曝晒发生危险 烈日当空 大家躲在室内不出门 工地工人还是得曝晒在户外工作 日前发生一名模板工人 因为气温过高 又没有适时补充水分 引发热衰竭 有学者提出 如果气温突破摄氏40度 建议让这些暴露在户外工作的 体力劳动者放高温价 应该是有必要 因为怕如果太热的话 可能会中死还是怎样 如果像里面做铁的话 可能在高温价都超过40度 不过很多工人的工资 都是算天数给 做一天工领一天工钱 如果天气太热放假去 担心没钱领 放假会20啊 所以你宁可上班 对对对 宁可上班 因为如果一放假的话 你就没钱了 对啊 会不会大陆劳工取代 所以不行 要不要放假 还牵涉到工程进度的问题 提出这个构想的 中研院环境变形中心主任说 可以先从调整弹性工时做起 最热的时候 差不多12点 一直到差不多5 6点 都会蛮热的 那个下午 那工作时间可能就是稍微短一点 变成只是早上工作 由于现行法规 只针对必须在室内高温下的工作 有所规定 如今气温越来越高 劳工团体希望政府针对不同产业需求 严拧放高温价的可信性 根据学者的资料 未来气温突破36度以上的天数 可能会增加 劳团表示 如果放高温价引起企业损失 劳委会应该提出补偿的配套方案 保障劳工健康 记者张英成博裕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